据德国世界报网站4月29日报道 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东部前线面临严峻形势 乌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塞尔斯基28日谈到不断恶化的局势 他在脸书网站上写道 局势正在发生动态变化在一些地区 敌人取得战术上的盛命 而在另一些地区 我军的战术地位得到改善 奥地利军事专家马库斯·赖斯纳上校29日 对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说 在军事术语中 动态是局势严重 并可能迅速向不良方向发展的同一次 他说 俄罗斯上周可能大举入侵了 奥切列纪念村附近的乌克兰防御阵地 那里的局势有可能发展成重大突破 奥切列纪念位于 俄军于2月份占领的阿夫杰耶夫卡西北部 这位军事专家说 在最坏的情况下 乌克兰前线有局部崩溃的危险 美国战争研究所也观察到 由于俄罗斯的推进 乌克兰军队正在向阿夫杰耶夫卡西北部撤退 但该研究所29日发表的每日报告也指出 俄军在近期内 仍不太可能对该地区进行更深入的 具有作战意义的渗透 不过俄军也在更靠北的巴赫木特附近施加压力 美国战争研究所称 俄军正在接近位于一座小山上的恰索夫亚尔 从那里有可能进一步向顿列茨克地区推进 据乌克兰消息来源称 俄罗斯正在集结部队 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下级攻势 与此同时 乌克兰正在等待西方军事援助的到来 此外 据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4月29日报道称 俄军已突破顿巴斯前线 报道称 起初局势并不明朗 但从地图上就能看到 现在的情况 似乎是俄军已在顿巴斯前线取得突破 乌军总司令亚立山大斯尔斯基 在电报软件上写道 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局势已严重恶化 人们担心 在美国国会最终批准的美国军事援助抵达乌克兰之前 俄军会利用这个短暂的机会之窗 塞尔斯基表示 俄军正在整个前线发动攻击 有时还能取得成功 两军可能继续围绕奥切列纪念展开争夺 塞尔斯基承认俄军取得战术上的胜利 但没有获得作战优势 情况是否如他所说 只有在未来几天才能见分享 俄军在更南边几公里处取得一次类似的 规模较小的胜利后 英国国防部警的这种推进 可能让攻击者绕过乌克兰的防御 乌军撤退后 战线的走向现在看起来不再只是小规模的推进 而更像大规模的泄露 甚至水坝决堤 俄罗斯国防部周一报告声占领了更南边的另一个村庄 目前还不清楚俄军能在多大程度上迅速利用这些战末 去年 乌军也成功在前线南部突破了俄军防线 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美国战争研究所的专家在周一的美制报告中认为 俄军暂时不会在该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不过他们也写道 这种情况可能在未来几周发生变化 俄军的初步目标可能是附近的波克罗夫斯克市 无论如何 俄军的突破对乌克兰来说是个问题 这种推进导致战线延长 而这总是意味着该地段需要更多士兵和资源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战斗区域变大了 然而尽管美国新进承诺提供军事援助 而且乌克兰颁布了新的征兵法令 但乌军目前仍缺乏士兵和物资 目前许多乌克兰部队还被困在前线其他地区 特别是哈尔科夫和恰索夫亚尔附近 毕竟俄罗斯将在5月或6月对那里发动大规模进攻 即便俄军不能很快在阿富吉伊夫卡附近取得进一步胜利 乌军仍可能被迫很快从更多的阵地和村庄撤退 以保存兵力和资源 美国战争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 最近的适合防御的军民点 距离目前的防线有一定距离 信息很模糊 但可能是几公里 如果俄军快速推进几公里 可能又会给乌克兰的新阵地造成威胁 如果乌克兰军队决定不再开阔地带阻止俄军攻势 那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迫使乌克兰军队一退再退 人们担心前线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同样情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